第一课,最美的模样王宗人 云朵在空中边飘边响 什么才是自己最美的模样 是热气球吗?于是 他努力把自己脸蛋撑得圆滚滚的 是一首歌吗?于是 他努力把音符扑在飞机翅膀上 是大象吗?于是 他努力把长长的鼻子围住太阳 但是调皮的风底底一直来捣乱 吹牙吹的,不让云朵的想象成真 突然间云朵升起起来 白色身体立刻变成一只黑色恐龙 尖尖的牙射出电流 大大的嘴巴的吼叫 后来才知道啊 云朵最美的模样 是落在散面上 化为一滴又一滴彩色的水珠